今天的这个风又特别特别的大 再来这个苏果区看一下 天呐 大家看我的这个圣女果 因为这个株形太高 然后牵运的这个竹子又没那么长 很多都被吹到了 好在已经慢慢的都在成熟了 到时候就可以直接拔掉 大家看这里都感觉吹断了 压着我的无花果在这里好可怜啊 现在给他们挪一个位置吧 就先把你们搬到这里来 这里没有那么憋屈吧 这个不会压着你们 我发现你们的这个枝条已经是 很长很长了 大家看这一个枝条 哇这么高了 现在要给它打一下地 让它好长出特样来 像我的这一盘 这两个枝条打的都有点旺 因为它的株形都这么高了 但是它辛辛苦苦长起来的话 那么我就只把它的这个底部给打掉 毕竟长这么大不容易 然后底下的这一些就可以多打掉一些 像这一种 像这一种 像这一个 哦这个是旁边的 旁边的这个到时候要给它移出来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可以就在这个地方打点 哦大家看到没 流了很多这个枝叶出来 所以打完顶的话 一定要拿这个草木灰给它摸一下 这个枝叶可都是营养啊 还有点 哦还在流看到没 看这一个还在流 给它打顶的话 不仅可以让它长出更多的侧芽来 而且还可以让这个枝条增出 再来看一下这一盆 这一盆的话 它的这个枝条就更加的智能 为什么这样说 它不是一直往上窜 大家看到没 它自己都长出了这个侧芽来 还别说这个侧芽 还长得还蛮大的哦 不过还是要给它打一下顶 让它去除它的这个顶端优势 这个打顶方法还是一样的 把它的这个顶给 记住哦 剪掉的时候 立马就要除草木灰 尽量不要让它流动 像这个底下 之前打算让它长大的这个芽 大家看已经是平质生长了 像这种芽的话 就不要它 把它给剪了 省得省耗营养 OK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继续